Hello,大家好,我是Liz,伊丽莎白 今天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我们几件之后 我的包包还剩下哪些 在我们开始做机浅之前 我其实拥有过的包包也是挺多的 是我自己觉得挺多的 我觉得加起来可能有个十来个吧 比如说之前有过LV的Speedy 然后LV的那个小的手链包 然后还有他们的化妆包 然后还有Celine的鲜鱼包 然后MK啊,Coach的包包啊之类的 七七八八,还有Lunch Time的包包也有过几个 然后加起来我应该是差不多20个左右吧 那虽然可能跟很多很喜欢收藏包包的姐妹们相比 就数量不是那么多 但是自从我们接触了机浅理念之后 我就觉得这些包包太多 也根本用不完 而且我又是比较讨厌 就是来回来去换包的一个人 所以在机浅之后 我就开始陆陆续续的把我那些闲置了的包包 或者说中看不中用的包包 都一一的卖出去了 那经过一番轮战之后 最后的赢家呢就是我面前的这三位 一,二,三 那其实这个包包 MK的这个小相机包 它不是经过包包大战的赢家 这个是刚刚过去的圣诞节 就是2019年圣诞节 我老公给我买的 因为那个时候我出了我的Celine的鲜鱼包 他觉得我包只剩下两个了 可能有点可怜 所以他就看我在那个柜台前看这个花纹 看了一段时间 觉得还挺可爱的 就把这个买下来了 然后这个后面我就再一个一个再来说 那我手上这两个就是真真正正经过大战 然后留下来的 我觉得这个很值得跟大家来说到说到 第一个呢我就先说这个龙香的这个Lunch M的这个饺子包吧 然后我这个好像是一个中年的限量版 它当时出了很多的颜色 然后我这个是卡其色加上蓝色的logo 是一个长柄大号的 对 这个包包是19年夏天在一个机场买的 因为我后来上学之后都是用双肩包 在背书啊电脑之类的东西 但是双肩包呢确实不是很好搭衣服 有的时候真的是觉得太不好看了 穿个裙子穿背个双肩包 而且我的双肩包又特别丑 当时也快要坏掉了 所以就想说找一个替代的 然后可以装下我的书装下我的电脑 正好那个时候旅游在机场看到了这个 然后就觉得哎呀这个简直是完美的 完美的替代啊 又轻然后容量又大 而且它又不会显得很吐气 我感觉它背起来还是挺洋气的 尤其是冬天穿大衣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感觉穿起来很萨 虽然我个子比较矮 一米五九左右 但是它背在我的身上 一点都不会显得我矮 因为它是肩背的 而且这个肩背的肩带呢 是正正好 它刚好能跨在你的肩膀上 而且你的手正好可以搭在这个位置 你看它就是这个样子 所以它不会觉得说这个包掉到很低很低的位置 显得你的身材比例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设计还是挺好的 而且呢 我觉得对于这种大包来说有一个拉链 真的是非常非常重要 我以前有过Tote那种包包 然后就是没有拉链的 在挪威跟中国这样 我觉得很安全的地方来说 没什么问题 但是去到其他地方 比如说像巴塞罗那 巴黎啊这种地方 我觉得你这么长着口碑 我不敢这样长着口碑出去 真的 然后而且这个布料是防水的 所以就算下雨天背它 我里面背电脑 我都不会担心背雨淋的什么的 然后它这个是一个超大的一个空间 另外这里还有一个小小的小小兜子 你可以放一些耳机线啊 钥匙啊 纸巾啊 比较方便拿取 那有的人可能会说这么大的一个袋子 你当然放书 放电脑 方便拿是没错了 但是像小的东西 比如说你要去画一些 你要放一些口红啊 其他的小件的 那我觉得就里面最好是放一个 这样的小的化妆袋 然后把一些琐碎的小东西都放进去 我的这个是笔袋跟化妆袋放在一起了 所以就找了一个稍微大一点的 但是这样子的话 你的东西又不会显得乱 而且又很方便拿 因为我现在上学 所以这个包包是我用的频率最高的 一个星期 我觉得最少有五天都是背它的 我觉得真的没有什么包能比这个包更加 就是性价比更高了吧 这个真的是绝对是number one 这个是大包的赢家的话 那我手上这个黑色的 这方西这个包包就算是小包的赢家了吧 这个包其实很小众 我觉得没有什么人在说它 好像是 是纪凡西的一个黑色林格文的小水桶包 它的包包的这个形状 它说它是水桶它真的是水桶 它就像行军包一样的那个样子 看到没有 它是这样这边上面宽 然后下面窄 然后下面是有厚度 但是上面其实它就没有什么厚度 是这样子真的很像一个行军包 然后它上面的开口设计呢 就是一个吸铁石 没有拉链 就这个样子 你吸上的话它就这样吸上了 然后打开是这样的 里面是挤皮的皮 所以这个有一点点不好 就是如果你有什么东西 有颜色的溅进去 我觉得清洗起来应该会非常的难 而且非常麻烦 所以最好不要带有液体 比如说你的液体唇用之类的 不要直接放进去 它这个肩带你看它是这么短 看上去是很短 但是这个是非常合适的肩背的长度 我觉得这个样子背其实是最酷的 尤其是你穿一个黑色的西装 比如说非常非常好看 这个是当时我一试到身上 我就觉得哇太漂亮了 然后就把它买下来了 对 那它这个肩带还可以变长 它的这个肩带不是这个样子吗 然后它下面有一个扣住 它是这样 扣起来它就是短的 然后如果你把它打开就这样放开 然后这边一拉 拉到这里 然后它会自己卡在这个扣子里面 然后就变长了 这个变长了之后呢 你可以肩背 你还是可以肩背 单肩背 但是呢 你也可以把双肩背 你也可以把它用cross body 就是斜胯这样子来背 这个高度正好是在腰部 这里这个地方 是我非常喜欢的斜背的一个长度 因为我觉得稍微再长一点 会显得身高 会显得会比例不是很好 所以我觉得这个长度是最好的 这个包包我非常非常喜欢 尤其是这个黑色的 因为我很喜欢颜色百搭 这样我不用挑衣服 我随便穿什么衣服都可以配 而且它的这个皮质呢 又是那种 这算是打蜡吗 还是什么 就是它的皮 虽然非常柔软 但是不是像小羊皮那么 焦贵 然后很容易滑破 又不像牛皮的那种颗粒很粗很大 不很细腻的那种样子 这个虽然细腻 但是不容易刮伤 但可能会有的人觉得说 这个开口太容易打开 太方便了 太方便被拿东西了 所以安全性不是很好 它容量还是挺大的 所以我会把这个化妆包 直接放在里面 就是这样子直接放在里面 我把我所有的东西都放在这个化妆包里面 然后呢 然后就把它给拉起来 这样的话我的东西不会倒出来 然后用这个吸铁石的这个吸扣 把它给吸上 这样相当于说 用这个吸扣把化妆包挡住 挡住化妆包不会掉出来 里面的东西就不会掉出来 所以这个是我 我防盗或者防丢东西的一个办法 在用这个包的时候 那最后一个就是这个包包了 这个是2019年圣诞的一个款式 MK的 是在奥斯路的机场 当时我们就是随便逛一逛 看到的 它的这个 其实它的这个花纹很好看 我觉得很可爱 上面是印的这些小人啊什么的 这真的是很可爱的一个包 然后呢 呃 这个地方 前面还有一个直接手可以伸进去的一个 呃 一个小兜子 然后整个包包是一个拉链的 算是一个比较薄的相机包 里面有卡夹 然后一个小小的分层 可以分开你的 比如说呃 收据啊 钱啊 或者是卡之类的 呃 容量还是挺不错的 而且它的背后 有这个 两个小的这个 就是呃 穿皮带的东西 所以你这个包包可以直接当腰包 因为它也不是很大嘛 所以如果你可以直接这样的话也可以 但是我没有背腰包的习惯 所以我就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情 直接就是把它能当成单肩和斜胯包来用了的 这个包包我觉得最适合用的时候是在旅游的时候 因为你旅游呃 每天出去玩拿的东西不是很多 所以这个包比较小 但是它又能装进去你所有需要的东西 手机呃 充电宝呃 呃 钥匙七七八八的都可以放进去 而且它有拉链防盗功能又是呃 呃最好的 虽然我现在只有三个包 但是我对我的包包的呃 collection的最终幻想是呃 只要有两个 一个大包就是我平时装很多东西需要的时候可以用 或者是短途旅修的时候用 呃那另外就是只要一个小包就行 我现在有两个小包 然后这两个小包呢 一个是我很喜欢的款式材质颜色都是最完美的 但是防盗性不好 所以我不能带出去旅游呗 但另外一个呢 这个旅呃防盗性虽然好 但是我觉得它的款式跟样子很多时候配不起来 比如说有的时候穿比较正式一点的服衣服 比如说西装啊或者是一些呃就是宴会裙子啊之类的 它就有一点点不好配 就是颜色有点花太休闲了 所以我还在考虑要不要把这两个包换成一个包 呃这样的话我就一个小包一个大包满足我所有的场合的需求 嗯 让我考虑一下 对 等我什么时候觉得这两个包不喜欢了 那我就先把它们除掉 然后再去换一个黑色的有拉链的 或者说防盗性非常好的一个小包 嗯 那今天就到这里了 谢谢大家 拜拜 拜拜